大家好,我们画完那个学了那个燕来红以后呢,我们先组个小品 我们今天呢,我们先调出淡枕石 我先用这个淡枕石来画 调到笔根处,淡枕石 笔根 然后调到笔根 接着我们来一点这个猪砂,调到笔度,属红 调到笔度,特别艳丽的颜色,很漂亮 然后呢,我们笔头来点胭脂 调一下 好了,我现在颜色都调好了 我现在准备这个,拿这个小笔 拿小笔,大家注意点 我先用这个淡胭脂 淡这个猪砂 我先给它,给它把这个趋势给它画一下 趋势给它画一下 我从这儿走出来 到这儿来一个 然后我们在这儿,从这儿 这儿来一个 这儿稍微推一点 大概的这个感觉给它画出来 大概的感觉 好了 就这样一个分布 我现在开始画 先开始现在画 画呢,我就画这个比较重的 先从下半部画 笑两个很 大叶子,小叶子,要穿插的来 要穿插的来 有小的,有大的 然后有窄的,有宽的 我们就,大家就 把这个感觉给它画出来 这边两个是都冲这儿了 那我可以稍微呼应一下 然后这边来个小的 穿出来 好,继续 继续 把这边往下走 往下走 过来 再走一个 好,没颜色了 我们再继续啊 加水 调啊,调 还是 把那个褶子调到这儿 笔刀后面 然后呢 猪沙调出来 猪红 腌制 腌制是必不可少了 腌制是必不可少了 我们把上面这一组给它画出来 上面这一组 大大小小啊 大大小小 稍微让它 大大小小 这点分布一下 往这边走 下面走 加水 加水啊 加水 后面呢 就是让它 咱们说嘛 分布了稍微 后面呢 就是中 中间呢 我们也让它 不要太那么 太那么那场 密 又往后 我们就一直在加水啊 我一直在加水 好 基本上是 这个叶子呢 我看 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开始把这个 这个茎 给它稍微 再补充一下啊 补充一下 猪沙 加点这个胭脂 给它的茎呢 稍微补充一下 稍微粗一点啊 稍微粗一点 好 然后我们开始 勾这个筋 勾筋 勾筋呢 就换一支毛笔啊 要用胭脂 调出胭脂 然后加一点 蛋默 调出胭脂 加一点蛋默 好 我们就开始啊 方向 让它不同就行了啊 勾筋的时候 让它方向不同 要学会勾它啊 要学会勾这个往这边 你可以这边往这边 然后这还有个小的 然后这边这个叶子可以这样 这叫血液啊 血液 这边的叶子可以 这边还有一个小叶子 继续 这边再勾一个叶子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这边来啊 可以往这边来 这边的叶子可以 这边可以 来个小一点的 前几个叶子勾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慎重一点 往后呢 你就可以 可以随意 当然吸点也要有树啊 好 我们继续把这边的叶子 给它 这边叶子 给它勾一下 颜色上有区别啊 你看 然后 这个叶子 让它往这边来 然后这边这个叶子 可以让它 往这边来 正好你比上面 颜色的比较淡 你就正好趁着勾 这个淡点叶子 这就很随意了啊 就勾之后 就特别随意了 然后把它这个 正好这个 我们继续再加点这个 再去勾它 还是腌脂 再沫 然后勾这边的叶子 然后勾这边的叶子啊 这都是勾出来啊 点督完了以后 把它勾 点督完了以后 就勾叶子 勾叶子 看这边怎么 往这边来 它是叶子 都是叠加出来的 一层一层 这边这个 稍微 重一点啊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看怎么 去 然后这边走啊 这边是 上面的叶子 这边走 然后这边叶子 可以烧上它 后面的叶子 后面叶子都不用管它了啊 那我们这次呢 我们可以用点这个 藤黄 往上面点它 那个花啊 我们可以稍微 弄点藤黄 重一点的啊 重一点的 我今天稍微 把它这个后面 这个再稍微削一下 淡淡的这个颜色 特别淡 特别淡的颜色 我给这个后面 这个给它 给它 白的地方 稍微给它填充一下 我们用这个 藤黄 白了也不能全部 给它都给它盖住 但有些地方呢 不需要它白了 我们就稍微 照盖一下 这些东西都不要 不要盖它了 这有些地方 稍微留着 还是有用的 让它透气 我们用浓的藤黄 特别浓 比尖上 比尖上 我们可以稍微